哈囉,我是Nita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新手的眼線幾種畫法 會拍這支影片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在教課的時候遇到蠻多學生對於畫眼線都非常的困擾 那再來拍這支影片之前的時候 我也有問過我周邊的一些朋友 比如說他們對於畫眼線的了解 其實蠻多人對於一些眼線的技巧跟畫法都其實不太清楚 雖然網路上現在非常多的教學 但是不一定是適合每一個人 那我也不確定我這支眼線的畫法會符合到你 但是我就是盡量好嗎 如果你真的看完我的影片 然後你還是沒有辦法學懂 你就私訊我來找我上課 那接下來的教學的話呢 一律就是後錄音 不然我一講會講太多 所以就看著我後錄音的方式 那接著就進入這次的眼線重點吧 先沾取深咖啡色或黑色的霧面眼影 再沿著下眼瞼的位置順勢往上 像蓋硬張的動作後再慢慢的往外刷 斜角刷的好處讓眼線形狀自然成形 再將斜角刷轉180度 記得不要從最尾端要從尾端回來一點點再開始 務必用小拇指做支撐 這樣在畫眼線手比較穩 把剛剛打底的眼影用眼線液描繪並填滿 這裡一樣也是從尾端回來一點點再下筆畫回睫毛的根部 再來稍微仰角把剛剛畫出來的尾巴跟眼線連結 連接的時候眼線筆務必要跟眼睛平行 再去做像蓋章一樣的方式按壓 連接過去就可以 畫完後對著鏡子上下左右看一下做最後確認 然後記住一個重點 然後記住一個重點 千萬不要扯眼尾的去畫眼線 眼睛一定要平視鏡子去畫眼線 一樣拿出眼線液 大家有玩過的連連看吧 就是用點點點的方式去塑造你要的眼線的形狀 接著記得小拇指要做固定 那再把剛剛點點點的地方呢 連連看把它連起來 記得要連接你的眼線的時候 一定要平行的方式 然後蓋印上去連接 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這一個方法呢 是有一點點小小作弊 就是利用眼線膠皮未乾的狀態下 然後用指甲輕輕的往後扯一下 就可以勾勒出眼線眼尾尖尖的感覺 那一樣也是用眼線液稍微的加深你的眼線 那靠近尾巴的地方的話 如果你的手比較會抖 就盡量不要再往後了 然後只要再往下加粗一點點即可 最後一個的話呢 使用醫療用的透氣膠帶 黏在你想要調整的角度 那通常都會是一樣以下眼瞼的位置去抓角度 很重要所以要多提醒幾次 一定要平時的鏡子去畫眼線 這樣才可以畫出你想要的完美眼線 然後順著你想要畫的眼線弧度 拉到膠帶的交界點 再把空的地方呢填滿 填滿後撕下膠帶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眼線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眼線 如何要把眼線畫比較平一點 一樣也是指示你的眼鏡子 把這邊到這邊補平就可以 所以 很多人畫眼線不小心會讓眼尾變分岔 這時候也是用指甲稍微的畫掉 就可以讓眼尾變尖 你看完美眼線是不是簡單完成 最後給你們看我的良撇眼線畫法 這次沒這麼順 但是我差不多都是這樣畫眼線的啦 哪裡凹就填補哪裡 眼線通常要神不知鬼不覺的跟睫毛根部連結 這樣才會看起來跟眼睛是一起的 那這樣就大功告成 好啦那就是這一次的新手的幾種畫法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一點點 那眼線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要多練多練多練 才可以掌握到技巧 那這支影片如果看完之後 學了幾次還是真的不行的話 私訊我來教我上課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 Bye